根据省人社厅百元万战推进行动的目标任务 我是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一批农村电商示范展 近期,市人社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相关镇村开展调查选点和宣传工作 位于冲楼西坑村的华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是一家集百香果育苗、种植、销售和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企业 去年,该公司出产的优质黄金百香果 因其口感香甜、营养丰富,得到了消费市场的广泛认可 带来了100万元左右的经济效益 今年,负责人王华在原有200亩果园的基础上 再增加300亩种植面积 但今年受气候和疫情影响,百香果价格出现较大幅波动 当前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广袤农村已经成为电商新兰海 据了解,自去年11月份 我省部署启动农村电商工程以来 农村电商模式将得到大力推广 根据省人社厅百元万站推进行动的目标任务 今后一个时期 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一批农村电商示范站 打通农村电商人品网店全链条 据市人社局透露 今年,我市拟建10座农村电商示范站 目前正陆续深入到相关镇村开展调查选点和宣传工作 计划把华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作为农村电商直播的示范站之一进行建设 根据省人社厅公门人社局 关于推进农村电商这个工作计划 我们就未筹谋 就抹色我们台山的中养殖的大富 想办法和他们建立农村电商这个销售渠道 帮助他们将那些产品推销出去 对我们农户来说是非常好的政策 因为这个直播间可以到农户 直到可以落到农场的话 对我们是非常好的 不用被其他匹发商勾一手 自己可以直接销售 本台记者杨晨 刘鹏飞报导 好 好 有点好